我們的這個很多小朋友 大家都不想打BNT 我今天看到一個數字 比方說台中 台中的兒童莫德納 我不想打莫德納 台中的莫德納兒童疫苗 明天開打 但是家長回收的同一率 只有26% 所以陳時中不是說沒關係 我們也會有BNT這個選擇 BNT上海復興 我們指揮中心 要跟上海復興簽約 中共同路人 按照這個民進黨的邏輯 但他說是香港復興 繞過了上海 香港復興 然後告訴大家有沒有 已經簽好約了 5月12號會到 最新消息 各位爸爸媽媽 你們心中期待的 那個小朋友的BNT疫苗 5月12號跳票了 到不了 陳時中輕描淡寫 因為什麼資訊系統有問題 我都聽不太清楚 他講什麼 好像是因為什麼 輝瑞的資訊系統有問題 所以上不了飛機 他那個原因的部分講的就是 好像嘴巴喊個魯 就是聽不太懂你知道嗎 這麼重要的事情 上不了飛機 這不是有合約嗎 所以今天這個新聞 讓很多家長炸鍋了 確保你知道原本家長是兩難 就打還是不打 那不打有風險 打你只能打莫德納 可是接下來陳時中 給了大家另外一個訊息 所以家長現在三難 打的話還有兩種可以選 所以很多家長他就遲疑了 在莫德納的選項上遲疑了 他說如果是5月底 可以來BNT 我就等兒童的輝瑞的疫苗 可是現在陳時中 讓這些家長徹底的炸鍋跟失望 是你原本承諾該來的又沒來 而且事實上大家看上 然後疫情這麼嚴重 對 他採購的時間花了多長 他採購時間大概花了兩三個月 所以民眾就要問了 那你為什麼不能早一點 如果你整個採購的時間 大概是兩三個月的時間 如果你時間推早一點 在去年底就進行採購 今年出我們的兒童就已經有疫苗 然後我也不太懂 你做一個指揮中心 你除了簽約之外 你是不是要盯他後續 能不能夠如期到 因為陳時中每次東西 都是沒有如期到 所以才會造成新人破產 你跟我們講這個 講那個疫苗有多少等等 大家都覺得聽聽算了 因為你跟我們講的 很多事情都沒有到 那兒童疫苗拜託 現在急得不得了 陳時中這個時候 為什麼不學一下韓國 韓國去年沒有疫苗的時候 他們的部會手掌 是採取什麼動作 蕭美琴現在在美國幹什麼 或者是謝志偉在幹什麼 直接殺到美國的廠裡面 這些人都可以採取行動 這些人講話講得這麼大聲 在邀功邀的邀功的時候 就每一個人爭先恐怖到來邀功 這個時候你們在哪裡 這個時候就是需要 你們來表現的時候 所以然後他說什麼 因為資訊系統有問題 資訊系統有問題 所以上不了飛機 那沒有合約嗎 你不是說簽合約嗎 所以今天我就不知道 他這個原因的部分 就是輕描淡寫這一句話 這麼重要的訊息 疫情鴻風到了 家裡面的小朋友 本來是有疫苗可以打BNT 爸媽已經做好了選擇 說沒有就沒有了 所以有莫德納的抽單 今天就一句話 因為資訊問題 所以確定是沒有上飛機 來不了 什麼時候回到 不知道 就這樣 所以你又把那些家長 推到深淵裡 他們究竟現在要怎麼辦 回頭打莫德納嗎 要不要冒險 他們原本好不容易 可以找到一條出路的 就是等輝瑞兒童疫苗 連快篩都要你政府來限定 來綁這個綁那個 其中疑點重重 那他說研議要放寬兩個月 可以讓民眾自行進口 但是自行進口的話 承銷自己負責 而且最重要的來了 不得販售 而且怎樣 不得作為什麼 作為什麼申報的審查 不得作為認證 不得作為認證使用 這樣的話就等於沒有效 然後衛福部的秘書長 也告訴大家 快篩現在訂了2.4億劑 本來說是1億劑 月底到貨1.2億劑 這些我都告訴你 叫做問號問號問號 你每次跟我們講的快篩 這個就跳票了 你這個會來嗎 才怪 還是說只在搪塞大家而已 莊仁祥今天講的這句話 看起來是美意 可是我很不高興 為什麼 他說目前有個目標 5月20號就是那個大紅風 要到的時候 最高的大紅風 海嘯5月20號到之前 全台灣每戶都有一份快篩 一份是5G 那你為什麼不能幫大家寄到家 請問一下 今天蔡碧玉在連署 希望我們的政府免費發送快篩 你贊不贊成 我超級贊成 因為買快篩的錢也是我們的 人家美國英國 全世界進步國家 我們台灣也很進步 都是免費發送 我講的是在疫情高峰期 當然你不能說疫情下來了 還要政府 這就沒道理 疫情高峰期這麼緊急的時候 政府不能免費給嗎 你不能寄到家嗎 全台灣每戶 台灣的護政系統這麼好 郵政系統這麼好 為什麼還要大家去排隊領 還有一個 台灣進回快篩世紀 免申請 食藥署說 還要開放特定的品質 一定的數量免申請 一週內才會有結果 還要一週 這個漢庭是真的不急 這什麼事情都是動不動 一週才有結果 每次都搞這種 遠水救不了近活的把戲 每次都跟你說 好了 快來了 然後你就可能以為 真的快來了 然後做了一些準備 但實際上是通通都沒有來 不然就是當真正到貨的時候 最危急最緊張的時刻 也就過了 就是核撤之父是一樣的道理 一條魚快要渴死了 沒關係 我走到很遠 我到那個大國 然後再幫你撈一大堆的水過來 那實際上是不需要 現階段有沒有什麼是可以馬上立即 可以實施的 有 你就是立刻趕快的放寬 讓人民可以自主向海外來購買 我到淘寶 我到Amazon 隨機購買 就進來就好了 然後陳時中說這個東西 還要放寬兩個月 就是兩個月之後再說 這有什麼好演義的 對不對 馬上一道命令下去就可以了 就解除這個封鎖 而且我覺得漢庭在這個時候 疫情 紅風期 是不是快菜根本就應該免費 為什麼全世界做得到 我們台灣人口又不多 而且我算了一下 就是說一份500塊 假設我們是400萬個家庭 只不過是20億 是啊 我們8400億都花了 拿不出個20億 送大家每家每戶一份快菜 你不能好人做到底嗎 你既然目標訂了 你就直接寄到每戶人家不行嗎 而且最吊詭的是 這些快菜不是本來 就是拿我們納稅錢去買的嗎 對吧 這是剝兩層皮 你花納稅錢先去買快菜 然後再要人民再掏出錢來 再排隊 自費再買快菜 那當中的錢到底跑到哪裡去呢 這個金素煤 真的是把這個預算 爬出來給大家看 你記不記得我們有個 紓困的特別預算 總共8400億 在裡面有個1466億 是房製的這個預算 快用光了 已經用掉了1171億 這我們的錢 現在又在報稅季 你睡覺的甘心嗎 有用在刀口上嗎 他仔細看就發現 比例很怪 我們光是買防護面罩 花了64億 買快篩機你知道多少錢嗎 九牛一毛 5264萬 原來如此 就根本沒有買對不對 這些大概還是後面才買的 然後他要問的就是 好 那為什麼花了這麼多錢 提升檢驗量呢 也就是說你可以到20萬人 但是現在只能夠做到8萬 我給大家算一下 這146億在這裡 146億怎麼花的呢 包括檢驗費139億 檢驗市值2.54億 耗材2.44億 運送4千多萬 機器1.42億 還有核酸檢測等等這麼多錢 哭啷啷 146億花下去了 本來他估算的量能 這些就是以 每天20萬的量能 去花下去的錢 才會花到146億 當時有個目標值 所以我去把這些錢撒下去 但是現在只能做到8萬 現在只能做到8萬 然後還有一個你看看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比例問題 防疫物資徵用採購運動173億 也已經花掉了一半84億 其中面罩最大宗64億 但是你看看其他的 最重要的快篩劑多少 快篩劑只有5264萬 檢驗量能一直鬼鬼的 一直很奇怪 陳時中說PCR 每天檢驗量能22萬幾 這就是我剛才講 用146億當初去估算的目標值 22億 但事實上只有5到8萬 這也解釋了是不是有黑數 因為你沒辦法驗 所以我想要的人也驗不到 這誰發現的 網友發現的 網友很厲害 把這個圖片找出來以後 自己去加加加加 每天最高就是8萬 所以跟陳時中講的20萬到22萬 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64億防護面罩實在很離奇 首先政府出錢要給的防疫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防疫面罩 大家都是自費來購買 那你政府出錢給防疫面罩 然後花64億 一個也不過才10塊 台幣10塊錢不到 等於去年前年 應該說從去年 台灣整體有6億個防護面罩 在台灣市面上流通 你這可能嗎 我們都沒有拿到公費的防疫面罩 應該都是給防疫人員 醫護對不對 這樣可以用到64億 64億一個不到10塊錢 台灣有6億個防疫面罩 然後去年在市面上流通 我覺得這是很離奇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其他包含 比如這個 你知道嗎 這個裡面到時候採購什麼的合約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些貿易 對 因為其他你看 就是防護衣 你看全身的防護衣 然後我們花了9億 對吧 你防護衣 應該比防護面罩還要來得貴 對 比較貴 如果你說那個面罩要天天換 你知道你說防護衣一套 面罩就要搭配一個 對 那為什麼面罩要買到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 單看這數字上就是很有問題 不過我們來看 我們剛剛說這是目前PCR 或者所謂的快篩 我覺得最吊詭就是 裝人像 裝人樣的那句話 他講說20號之前 全台都會有一副快篩 為什麼 因為20號是高峰 所以你看 他只要確保大家都篩得出來 可是他沒有要確保 每個人都有藥 他注意到了嗎 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在討論缺快篩 你看就像我們先前 在討論缺疫苗 先前缺口罩 可是在接下來的兩個禮拜以內 我們還會再討論 我們會討論缺藥物 對 但是這個快篩還沒解決 你這個月底到貨 說實話 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排隊 今天很多上班族在哀嚎 我上班族根本沒有時間排隊 我下班去排 早就已經被排光了 還有家裡面 有一些老弱的等等 身體體弱也不方便去排隊 健康狀況也不方便去排隊 所以他講的是用數字去估 但是你要去排隊才有 你不排隊沒有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網路上 很多人說 因為我沒有時間排隊 酸民就會跟你說 那你就多花80塊錢去買 對吧 他反正不知民間疾苦 誰要你不去排 你活該對不對 而且實際上是 你看在先前的時候 就算你想多花錢 在前一段時間 也是買不到的 你說像郭台銘這樣的人 他當然不願意花錢去排隊 他可以多花幾百塊都沒關係 可是你看 這就是實名制出現的問題 因為他限制你一個人 就是能夠買一份 就算一個超有錢的人 他想去超商 對吧 貴80塊 他很有錢 他大善人 他想買一大堆來 然後送給那些在排隊的人 行不行 也不行 對吧 這才是很奇怪的問題 因為你的實名制的規定 然後你限定每一個人 都只能夠領多少錢 所以我覺得林佑昌講得很好 實名制就是一個 騎頭式的一個平等 北北基討很嚴重 照理說需要多一點快篩 但現在不是實名制的話就是 但今天蘇生商講 實名制豪出很多便宜公平等等 來投一下票 大家覺得實名制怎樣 是個好政策還是爛政策 你覺得如何 便宜公平就每家寄一份就好了 最便宜最公平的方法 是啊 你就寄啊 省掉大家多少排隊的時間 每一個人排隊的時間 也是成本 一個人排兩小時 全台灣2300萬人 派個400萬人來排隊 這是多少時間 病毒共存的話當然必須要配套 所以用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 輸入向下的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